罪贪教授 炸补助款数千万 台科大名教授被起诉 身为大学教授 竟然见不得人 因为他连续12年 炸领补助款 金额高达数千万 真的是罪贪教授 台科大营建工程系 特评教授郑明渊 因为营建工程方面常财 长城接政府研究案 却被检举从2006年起 和资讯公司合作 以采购3C用品等不时发票 请领补助款 他还要求研究助理 将薪水缴还研究室 由他重新分配 借此A助理薪水 有台科大校友 前年向苹果新闻网爆料 明明领了月薪1万 但缴回重新分配后 只领到4000元薪水 当时郑明渊回应 前没流入自己口袋 是均分给研究生 会觉得对不起学生吗 检调追查发现 郑明辉从2006年到2017年 供榨得数千万 被诈欺 未造文书 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 将他起诉 至于合作厂商 和学生助理等36名共犯 则获还起诉 中新闻台北报导